正如大家在画面上面所见的 我们将我们三台自有的小钢炮 拿到了赛道上面 做了一个上午的测试 那现在这条片算是一个小尾巴 就是聊聊三台车的变速箱 在日常和在赛道上面的表现 那我们先从近的这一台引爆开始说起吧 那这个引爆的变速箱呢 它是在不同的驾驶模式下面 有不一样的表现的 如果是日常模式呢 我会觉得它其实油门的反应 稍微会持半拍左右 但是其实它的整个换挡的反应 换挡的逻辑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只是降挡慢这个事情呢 确实是因为这个车它在舒适模式下面 它想让这个换挡的动作更加柔顺 所以它就将所有的换挡的动作 都把它做慢一点 做慢一点让它更加平顺 然后Spot加的模式呢 其实当时啊 这个车的原型车是我参加的测试 测试完之后 我就可以跟他们说 我说你的Spot加模式不如让这个换挡速度加快一点 然后让这个换挡的冲击 其实可以释放多一点出来 让大家觉得说这个车 开在赛道上面 或者在跑山的时候 可以让人更有冲击感 感觉这个车更有力量感一点 所以其实这个Spot加现在调成这个感觉呢 是我们很多媒体人的一个集体的智慧来的啊 所以如果你们要怪 其实也不用说一定要说 广汽的工程师不懂调车 而是可能是受到我们这些汽车媒体人的缩摆 所以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但是在赛道上面确实它用自己的Spot加模式呢 它是很懂得保持变速箱的转速还有降挡的反应的确实也是快的 而且在赛道上面如果你用它的这个电子稳定系统也关到最大的那一档的话 它确实会容许这个车能有更多的打滑 来榨取轮胎的最后一点抓地力 那这个配合我们这个很好的轮胎 那其实它在赛道上面的表现也是相当相当不错的 其实是配得上这个车的这个外形的啊 但是有点美中不足就是它的刹车 我还是对它没有太大的信心 因为刹车叠还是相对比较小一点 那这个可能后期再改啊 本来要想说的是它的变速箱 不知不知道要拉到别的地方去 算了无所谓了 然后就再说说这个领克的02HP 来我们镜头过来看看一个小小的东西啊 算是这个小插曲吧 就是它的已经有一个水器了啊 不知道这个能不能锁赔 但这个不应该啊 这个新车我们停回来才那么几个月 来说说这个车的变速箱 这个车用的变速箱是一个爱信的8AT 爱信8AT的一个特点呢 就是它的可以调整的换挡的速度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所以就等于用了这个变速箱之后 你就很难跟一个运动性能挂钩了 所以02HP它的逻辑是怎么样呢 就是在普通模式下面 它依然可以取到这个8AT变速箱比较稳定 比较平顺的那个特点 那在运动模式下面呢 它的做法就是减少不必要的换挡 或者说提前帮你把挡换好 最简单的就是比方说你要过一个弯 你在弯里面你刹车 刹车的时候如果它当时的挡位是不对的话 它会帮你去降一个挡 降到那个发动机的转速是调到大概三四千转左右 那这个时候你在出弯的时候再踩油门呢 你就完全不需要再用换挡拨片来降挡 或者不需要这个变速箱强行降挡了 所以这个慢的问题呢 把这个缺点把它隐藏起来 因为你不用换挡就不知道它快还是慢嘛 那这个逻辑放在这个车上面 也算是一个小小的补丁吧 哦对 说到这个忘了说了 就是这两个车都有换挡拨片的 但是引爆的那个换挡拨片真的是慢得要死 你加挡拉了之后 可能等一秒这个挡位才会加上去的 所以这个换挡拨片是要给一个差评的 它的换挡拨片甚至还没有SPORT加模式那么聪明 这个车其实它的换挡拨片也差不多有这个问题 但是会稍微比引爆会快一点点 但是这个快也没有说快到十分十分好用 因为真正快的车的标杆就在这里 大众的这个创立和变速箱发展了这么多 但真的可以说日常开 它的平顺性无可挑剔 然后在赛道上面 我们今天它的在这个很刁钻的不同的档位 二三档三四档的切换 也可以说是它的速度跟它的平顺性 也是无可挑剔的 甚至我们就开了很多很多圈 一直激烈驾驶 一直用它的拨片 那这个变速箱也没有过热的情况 包括它的动力系统也是很稳定 换挡的反应换挡的速度 也没有任何的变化 还是那么的快 而且这个车你不管是用S模式 还是用它的拨片模式 它也是足够聪明的 所以它不会说因为你出弯的时候给油 那个变速箱会迟一半拍 影响体的驾驶节奏 完全不会 那这个就是这台车 GTI或者说整个大众集团 它这么多年玩双离和变速箱 该踩过了 该学习的东西学过了 该交的学费交完了 所以它的完全体呈现在我们面前 就是这样的一台GTI 所以你说一台GTI的价格 可能已经是刚好等于一台引爆的低配 加一个02HB的价格了 但是确实你说 是不是就意味着 这个GTI它的里面的钱是智商税呢 并不是 而是说它这么多年 这个研发积累的东西 它会成为这个车的一些无形的资产 放在这个车体现出来是它的价值 它的价格 放在街上面用 它是一台很好开的买菜车 放在赛道上面 它也是一台让人玩得很开心很尽兴的小钢炮 所以国产的这两台性能车 我们就姑且把它称之为性能车吧 虽然说从绝对性能上面 我觉得它是不如GTI 但是从它们的横向对比的维度里面 我觉得它们的定义算是 不是性能车也是运动车嘛 跑山OK 但是在赛道上面 它们跟GTI的距离还是肉眼可见的 那希望咱们的中国品牌也是可以 短板就是今天我要聊的变速箱的部分 就是能够在这个变速箱的部分 可以再进一步的 虽然说汽油车 未来可以生存的空间越来越小 但是也不要停止脚步 还是要努力努力再努力 把变速箱这个东西搞上去 发动机有了 很好的1.5T 很好的2.0T 然后变速箱再加把劲 让我们在赛道上面 在山路上面 在任何的场景上面 可以做出一台跟GTI 可以相提并论 可以跟它一站的一台 中国的真正的性能车吧 好 这期的 不知道算不算小报告 反正一口气的说了这么多东西 反正希望这一段 能够让大家更加直观的了解到 这三台车开起来有什么区别吧 好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大家记得持续关注我们的 KOL百万买车计划的一系列的更新 我们继续会用车主的角度 分享我们日常真实的用车体验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